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肺炎有7.5%的个案 治疗感染后11天内就会发病 按719这辆台伤 11月22号返台 却在12天之后才出现症状 引起外界担心是否为本土病例 尤其疫情主义中心 今天特别更新按719这辆台伤 在入住防御馆期间 是有明确的病患同处的讯息 迫使疫情主义中心 得做这个动作来做理清 旅馆的人员也会做彩检 也会做血清解体的经验 还有这个环境也会做彩检 来做确认 疫情主义会表示 按719这辆台伤 是在11月22号入境 坐在防御馆3楼 12月5号发病 按693全病患 则是从德国入境 11月29号入住防御馆6楼 并在12月3号发病确诊 两位至少有5天 坐在同一个防御馆 外界就怀疑 会不会是防御馆的空调 所引起的传染 这个要去看他们的空调 有没有连通 因为他们一个在三楼 一个在六楼 隔的其实有点远 那如果他们中间 是透过空调的话 那这个空调应该 还有经过别的房间 别的房间的客人 应该也会被感染 所以这个要去调查啦 不过处复看起来 可能性比较小 中央表示 最根本的办法 就是调查案719和案693的 病毒基因序列比对 如果两个人的病毒基因序列 都可以拿得到的话 就去比对啊 那如果是互相传的话 他们的基因会非常接近 如果两位病毒基因相似 就可以确定是在房旅馆传染 不过也无要排除 还有其他隐藏的感染者 不到自己来地 能在旅馆内服务 所造成的传染